禅宗说咱们每个人有八万四千个智慧 因为每个人都有八万四千个烦恼 人的一生大概有三万天 平均下来一天骑马有三个烦恼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每天有那么多烦心事了吧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佛说烦恼即菩提 烦恼和智慧的数量是相同的 因为智慧产生于烦恼 如果没有烦恼 那也就没有智慧了 我们烦恼的根源是因为我们向外求 我们把外在的一切东西进行了具体化的对比 把它们分成了高低贵贱 上下好坏 黑白对错 我们向外求的时候 内心得不到满足 烦恼就产生了 但是不要觉得自己有烦恼很糟糕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烦恼 我们烦恼的时候 要链接自己的清明本心 要试着跟烦恼对话 我们要和自己的烦恼去相处 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到我们烦恼的真正的根源是什么 只有这样做 我们才能够突破烦恼化为智慧 如果不去觉察自己的烦恼 找不到烦恼真正的根源 那就只能沉浸在痛苦里 无法自拔 人这一辈子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烦恼 那说白了也不会知道什么是智慧 真正的智者也不是没有烦恼的人 而是烦恼非常多的人 但是他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内心 他可以突破烦恼化为智慧 不会沉浸在痛苦里 无法自拔 孟子有一段话特别好 建议要背下来 天降降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恶其体肤 劳其筋骨 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人横过 然后能改 困于心 横于律 而后坐 争于色 发于生 而后愈 入则无法加毕事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横盲 然后知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也 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 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 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 虽然不同 但它们都要求我们 修心养心 我们的心脏是很脆弱的 但是我们的内心 是可以非常强大的 当我们有一颗 极其强大的内心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我相信都可以化反倒为菩提 提升自己的般若智慧